各位听众大家好,那这次呢我们一起来深入的了解LLC有限责任公司 好,那什么是LLC公司呢?它是怎样报税的呢?这种公司 所以我们一起来看,首先假如公司有盈利的话,公司的盈利呢就直接从公司跑到变成每一个合伙人的收入 所以您看这个箭头,所以这种情况呢,好,跟我们上一次说过S Corporation那边一模一样 S Corporation的公司的盈利也是变成个人的收入 现在我们是LLC也是一样,LLC公司的盈利就变成合伙人,个人的收入 然后呢,每一位合伙人呢就交税,代表公司来交税 那因为这个是LLC公司,所以合伙人呢,有可能要交两种税 第一种税是自雇税,就是15.3 第二种就是我们正常的所得税 那交完了这些税之后,每一位合伙人想拿分红的话,那通常这些分红都是免税的 OK,那这个概念呢也是跟S Corp差不多一样 S Corp那边呢也是股东拿了公司的盈利来交税 交完了税呢,S Corp股东要拿分红是免税 LLC这边也是一样,LLC的合伙人拿了公司的盈利去交税 交完了税之后,LLC合伙人要拿分红拿现金出来用 这一次就是免税 那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要提醒大家 就是LLC合伙人呢不能发薪水给自己 就是不能发W2 等一下我会再提醒大家 那谁有资格来美国注册LLC呢 那上一次我有说过美国50个州 所有的公司呢都是跟州政府注册的 所以每一个州的注册LLC的法律的要求的条件都不一样 那通常来说 LLC呢是允许所有的美国居民或非居民都可以 然后所有的公司,美国公司,外国公司都可以 然后呢合伙人的数量也是无限的 因为我们有看到在股市里面 其实也是有一些合伙人的公司 可以做为上市的公司 所以他们呢也是有无限的合伙人 但是我们这边小企业的话呢 我的意见就是两个合伙人以上才建议注册一个LLC 那很多州呢都允许一个合伙人注册LLC 好像我们这边加州也是允许只有一个合伙人 也是可以注册一个LLC 那这样英文叫做Single Member LLC 那注册LLC之后 那怎么样去做Compliance 那很简单啊 每一个LLC呢需要签一个Operating Agreement 就是合伙人之间签一份Operating Agreement 然后就保留在公司里面 然后呢加州政府这边的话呢 这个Statement of Information 代表呢是每两年报一次 所以这个比Corporation简单很多 假如您还记得的话 Corporation C Corp S Corp 这个Statement of Information都是一年报一次 加州的LLC的话 Statement of Information是每两年报一次 那刚才我有说过 美国有50个州 每一个州的LLC法律都不一样 OK 下一步 我们来看LLC公司 这边 需要交一些什么税 那联邦 那联邦 LLC的联邦 所得税通常是没有的 那我们来看加州 加州的LLC呢 每一年都要交800美元 这个是固定的 不管 贵公司有盈利还是有亏损 不管是多少 都要交800美元 那这个800美元呢 从第一年开始 就要预缴了 那通常我们是在 每一年的第四个月的第15天之内 预缴这个800美元 那这个就跟C Corp S Corp不一样了 C Corp S Corp呢 第一年呢 我们是没有要求预缴800美元的 但是LLC的话 加州的LLC 您一注册了 加州的LLC 您就要马上预缴这个800美元 然后以后每一年最低也是要交800美元 不管是有盈利还是有亏损 好 那加州的LLC呢 它还有另外一个营业税 OK 英文叫做Gross Receipt Tax OK 那 也是这个营业税呢 我们也是不看盈利 不看亏损 那这个营业税呢 是在800美元额外要交 比如说这个营业税是900美元 那我们就要拿这个900加800 总共是1700美元交给加州政府 那这个营业税也是要从第一年开始 就是注册公司之后 马上就要预缴 那通常就是在第六个月的第15天之内 预缴这个营业税 现在来看这个表格 什么是加州公司 LLC公司的营业税 所以我们先来看这个 营业额 所以假如您的LLC公司 您的营业额就是税前的收入 还没包含任何费用 OK 您的营业额 达到了25万 您就有一个营业税固定在900美元 您的营业额达到50万 您就会有一个2500美元的营业税 您的营业额达到100万 就有一个6000美元的营业税 那您的营业额500万或以上 那您就有一个营业税11790 这些营业税呢 是不要忘记 要加800进去 所以您在这里900的话 您要加一个800 总数是1700美元交给州政府 假如您的营业额有50万 或者是60万 您就要拿这个2500加800 就等于3300美元交给加州政府 所以加州的LLC就是这样算 所得税 我们不看盈利 不看亏损 是看营业额为主 好 那 假如公司有盈利 OK 公司有盈利 那 公司的盈利呢 就变成 公司的盈利呢 就变成个人的收入了 这个概念呢 英文叫做pass through OK 跟S Corporation一模一样 S Corporation那边 公司的盈利也是变成股东的收入 所以我们这边 LLC LLC公司的盈利 也是变成每一个合伙人的个人收入 这个概念英文叫做pass through 好了 那在合伙人个人税表上面 他们要拿了这个盈利 那他们要交什么税呢 刚才我有说过 第一就是肯定要交是所得税 income tax 那假如这个公司盈利是从正常的收入出来的呢 这些收入呢 还要交什么 self employment tax 15.3% 什么是正常收入 就是 所有的企业 不管是会计师 律师 买卖 面包 店 任何我们可以想到的正常收入 都是要交self employment tax 当这些合伙人呢 交完了这些税之后 他们想拿分红 拿现金出来用分红 那假如他们的股权的成本够大的话 就可以拿到免税的分红 这个概念也是跟ex corporation一样 上一次我有说过 ex corporation股东他们的股权 会有一个成本 那在这个成本范围之内 拿现金出来拿这个分红的是免税 所以LLC这边也是一样 好 刚才我有提醒过大家 现在再说一次就是 因为这个公司是LLC 所以呢 合伙人呢 是不能发薪水给自己 不能 发薪水给自己 不能拿W2 然后呢 当partner拿到公司的盈利 在报个人税表的时候 每一位partner呢 可以拿到这个QBI deduction 这个QBI deduction的目的就是为了 省他的个人所得税 这个也是跟ex corporation一样 ex corporation的股东可以拿 可以在他的个人税表上 用这个QBI deduction 那LLC这边也是一样 LLC的partner和伙人 可以在他的个人税表上 用这个QBI deduction 帮他省个人所得税 LLC这种公司呢 是比较特别 因为他允许一个合伙人来注册 这样的有限责任的公司 那假如您是一位非居民 然后您自己单独一个人 百分之百拥有一个LLC的话 这样我们这边的建议就是您 可以用C corporation的报税方式来用 这样的话呢 就对您整个LLC公司的报税也比较方便 您个人也不用来美国 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 就是美国居民百分之百一个人 拥有一家LLC 这样的话呢 这个LLC就会报在 这个个人的Schedule C Schedule C是自雇收入 所以呢 这个Single Member LLC 就报在个人的Schedule C上面 然后还有加州公司税表5-6% 这个也要报 那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 有一家C Corporation 百分之百的控股 一家LLC 那这样的话呢 这个LLC的税表呢 就会报在这个C Corporation的税表里面 这个Form 1120 这个是C Corporation的税表 我们就把这个LLC呢 包在里面 好像是一个部门 就是没有分开了 就是两家公司的收入费用都包在一起 好像这个LLC是一个C Corporation里面的其中一个部门 这样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